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有玩家私信 想看玩家自设的角色旅会 那么今天就来欣赏一下 又有哪些最新作品吧 首先是四星雷属性角色的波格丹娜 被谨为鱼人重军官 被称为血玫瑰的神秘女人 她是女皇家忠诚的尖刀之一 魔风渠墨奇之星官公子齐下 但并不代表臣服他人 五星兵属性角色珊瑚宫西子 珊瑚宫心海对她的评价是 关于这位传说中的 现人神巫女的记载很少 据说她还抵倒历史上上 唯一能和珊瑚王虫沟通的舞语 五星雷属性 蓄逼角色 灵乐之首奈菲斯 设定中是作为赛末的女CP 奈菲斯虽然平时很调皮 但她演奏的乐曲 真的能让人心情愉悦呢 而且罗莉加包囊的外形 三星很抽大家的XP版 五星水属性角色 八重斗宇 眼睛为一桶 以前可都是澄澈的蓝色哦 你见多诗广 不至于被我眼睛的颜色吓到 五星兵属性角色名堅 阿贝多的女CP 阿贝多对她的评价是 聪慧且坚定 通透又善良一 与其说是我庆幸她选择了科学 不如说是我庆幸科学选择了 把天赋交给她 五星兵属性角色百丽 作为自离乐而来的旅者 百丽总是不会在任何一处 停留太久 见过她的人都觉得 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她 预养跟陈佑大小姐的身份 画上等号 五星水属性角色安泽塔 感觉比优拉还要一解 身份神秘的旅者 待人有礼 自有分寸 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贵小姐 却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与令人意外的处事手段 最后是三位比较偏日系的 女角色丽绘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玩家设计的角色 大家最喜欢哪位呢